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7岁的时候就加入了歌手林松毅成立的哈哈合唱团 与林松毅 徐峰三人共同演出了七年 这七年是李静美成长的阶段 也是他记忆游身的一个阶段 是踏入娱乐圈的第一步 也是开启演艺道路的起点 李静美在乐团工作七年 积累无数的舞台经验 都说日久生情 或许正是在平时点点滴滴的相处中 李静美和林松毅互生情愫 两人也由合唱团团有升级为情侣关系 在一起谈了一段纯真的爱恋 但最后两人因为性格不合 无奈分开 林松毅 一名瘦皮猴 是台湾偶像十足 他堪称演艺圈开国元老 从广播电台做起 辨试台 秀场 甚至到都还可以看到他活跃的身影 台湾演艺界当今资深的巨星 有不少都是他提携出来的 从十几岁开始便展现了 个人多方面的才华 早年参加万子千红歌舞团 与梁一先生学习歌舞 服兵一时进入海光歌剧队 于1965年获得全国康乐大赛 最佳男演员奖 有受皮猴之称的他 能歌 能舞 又能编能写 所以一直是舞台上歌迷的最爱 1967年创立了太阳歌舞团 与哈哈合唱团 在国内电视台综艺节目中表演歌舞 寻回国内外演出 都相当的成功 舞台魅力 所向披靡 林松义于民国三十年出生于台北线九份 初中即参与台语片演出 其后经产业党部矿业文化工作队 省党部文化工作大队 万子千红歌舞团 海光康乐队之歌舞及编导历练 因缘进入台式 台式开播初期 与红林 宇文周合组哈哈合唱团 参与时代之歌节目演出 后与四骑士共组魔鬼兵团 于东南亚巡演 并与杨小平搭档固定于统一饭店表演 于歌厅文化盛行年代 除于真善美歌厅担任节目经理 并统筹力声歌厅之编导及演出 亦曾远赴新加坡海燕夜总会达一年之久 如美国影星法兰克新纳区一样能歌善舞 林松义有台湾受皮猴之美誉 曾加盟终生海山及台声唱片出版多张专辑 首张唱片为《金色年代》 赴港发展期间 除签约无线电视固定于欢乐今宵演出 及和沈殿霞合作电影外 亦曾短暂加盟邵氏并客串国片制拍摄 不过曾经宏极一时的林松义 随着秀场的没落 做生意也是一路遭受挫折 曾经一度想要结束生命 长孝说自己很怕死的林松义 不知道自己患有严重的忧郁症 只要一点点不如意 就觉得自己快死了 竟选择在自己生日那天 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幸好获救 因为父亲也是因忧郁症去世 自己又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 才了解到生命的重要 一下子忧郁症也好了 林松义说 其实我爸爸曾喝过东西 想要死过过一次 但没成功 又有一次林傅失踪了 三天 当时我们兄弟姊妹都没空陪父亲 忙着自己的事业 大家都没警觉心 等到警方通知时才发现 父亲在河边了结 生命离世 因此非常自责 也因为如此奉劝大家要珍惜生命 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贸然结束生命 要知道周围还有很多关心自己的朋友 当时林松义和李静美分手后 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组建的团体 因为演出机会大大减少 所以李静美便选择单飞 将歌唱事业延伸到东南亚那一块 虽然在当时不是很出色 但却拥有一个好的名声和诸多的演出机会 除了歌唱事业之外 李静美还发展了主持行业 曾凭借出色的主持功底 获得了新加坡最受欢迎的主持人的这一殊荣 以及拍摄的电视剧也有着很高的收视率 可谓是星图一片光明 按部就班的发展现在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巨星 大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 李静美踏足演艺圈 客串周游制作的单元剧《我的一生》 偶然展开戏剧生涯 这之后他演出静江月制作的中式闽南语电视剧《妙爸爸》 剧中他饰演心理医生 表现不俗 于是被选为电视剧《慈母心》的要角 当时的李静美只有二十几岁 但却凭借出色的演技 成功塑造了《慈母心》中的中年母亲 从此成为电视剧当中常见的好妈妈形象 并与秦翰以及识卷都有着合作 一时间风光无限 也正是因为妈妈的塑造成功 李静美在两千年凭借着《小光》当中的角色 获得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 演艺事业攀上高峰 然而在李静美事业黄金期间的时候 自己高调宣布自己的恋情 很快两人便开始了同居 对方是一位做墨材生意的富豪 以时大家也是纷纷祝福李静美这段感情 当时很多女星都想嫁入豪门 至少生活不用愁闷 两人交往十一年的时间 感情一直稳定 不过该富商并没有想着对李静美负责 即使是那个时候李静美怀孕 她也没有要娶李静美的意思 并将其抛弃 李静美遭到抛弃之后 还是一然而然地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李静美抚养孩子十分辛苦 毕竟是当爹又当妈 一方面照护孩子 一方面还要赚钱维持生计 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李静美最辛苦的时候 不过对于现在来说也是都过去 墨材富豪在抛弃李静美母子之后 几乎对两人没有过关心 长达十一年的感情 李静美付出的事业都让其选择性忘记 李静美在谈到这个男友也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原谅 单单是自己的孩子都没来看过 实在是太过冷血 无奈之下 李静美只得选择单身生活 边忙着拍戏赚钱的同时 还得身兼腹职拉拔儿子长大 索性儿子相当争气 拥有夏威夷大学硕士学历 事业发展得也很好 现在正好三十岁 从美国大学毕业之后 进入到一家台中的知名企业 担任设计师这个职位 年薪也是相当可观 母子俩的感情也是非常好 对于很少见面的爸爸 李静美的儿子并没有多少感情 因为爸爸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李静美将儿子抚养长大之后 就一直没有过问自己的感情之事 也就单身到现在 据三立新闻报道 李静美坦言 为母的她也从不隐瞒儿子的身世 所以孩子一直都知道自己的父亲 是在新加坡经商的华侨 至于三十多年来没有得到名分一事 李静美坦言早已看开 人生就自己过 比起那些闹很难看的好吧 就是认了 虽然李静美早就放下对当年关系的执念 但为母的她始终对儿子感到亏欠不已 尤其是在逢年过节时 她总会不舍孩子 因没有爸爸在身边而无法体会团圆的温暖氛围 所以习惯问儿子 要不要跟爸爸联络 好在儿子总体贴地说 不要了 何必打扰人家 因为她知道爸爸 其实已在美国有了家庭 据了解 父子俩仅是偶有联络 只有在出国时 碰上会赛点零用钱给儿子 两人虽有血缘 但关系并不亲近 此外 李静美也分享 前年从夏威夷大学攻读硕士回台 目前当建筑设计师 有自己的一番成就 让她非常放心 对此 李静美也笑说 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儿子赶快找到女友成家立业 让他能早日报孙 享受天伦之乐 毕竟在当年被抛弃之后 李静美就失去对爱情的渴望 选择单身 现在七十岁 还是孤独一人 除此之外 李静美也透露 近几年自己因为腰伤复健 及脚伤的后遗症 所以才逐渐淡出荧光幕 但她可没让自己闲着 当起了此己的志工 而之所以会与此己结缘 则是因为当年走不出丧弩之痛的她 经此己师姐的开导才走出来 于是也投入公益 希望能帮助更多人 李静美在晚年终于迎来自己的曙光 苦难的日子已经过去 此后有冠冕的王冠为其留存 李静美是一个坚强而勇敢的母亲 现在晚年生活 估计也会过得非常幸福和温馨 祝福李静美过一个美好而又健康的晚年 俗话说得好 英雄难过美人观 但现实中很多美人却被负伤绊住了脚 并不是人人都能像李嘉欣 郭晶晶 林青霞等人 这样顺利地嫁入豪门 圈中不乏许多为嫁入豪门 争得头破血流 但最终却未能入院的女明星 现年已经70岁的台湾资深艺人 著名影视演员 歌手李静美 就是这样一位悲情人物 前段时间就有台媒报道了 这位弹出演艺圈多年 曾经在歌坛和荧幕上 都风光一时的女明星的近况 不禁引发了诸多网友的热议 1952年2月2日 李静美生于台北市 由于其父为台湾力交响乐团长笛手 她自幼吉亚浩音乐 1968年初中毕业后 她登上台式唱歌 次年 歌手林松毅 网罗她加入自己所成立的哈哈合唱团 自此 她与林松毅 徐丰三人同团演出七年 其后因演出机会大减 于是李静美单飞 到歌厅助唱 又赴东南亚巡回演出 走红后 李静美除了歌唱 也主持综艺节目如中式大舞台等 1970年代 李静美客串周游制作的中式单元剧 《我的一生》 偶然展开戏剧生涯 1975年 她演出静江月制作的中式闽南语电视剧《尿爸爸》 剧中她饰演心理医生 表现不俗 于是被选为中式电视剧《慈母心》的要角 20来岁的李静美 在慈母心以超龄的演技 诠释了中年母亲 从此成为台湾电视剧中常见的好妈妈 除了电视剧 她还在1980年代《月上大荧幕》 与当红影星秦汉 石卷等人共演 李静美屡受台湾各类奖项青睐 音乐方面 她曾惯录过《满面春风》等五张唱片 并入围第六 八 十届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人 戏剧方面 她于1993年 以返乡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 又于1999年 以春子与秀段入围同一奖项 2000年 她终以小光一剧 获第35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 李静美从小对音乐情有独钟 因此早年在读书时 就展示了她极强的音乐天赋 17岁那年 李静美在引荐下 加入了台湾歌手林松义组成的 哈哈合唱团 这是李静美开启演艺之路的起点 据悉她同林松义 以及徐峰三人 一同登台演出了长达七年的时间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 她们几乎跑遍了整个台湾 而李静美也因此积累了不少舞台经验 不过曾经红极一时的林松义 随着秀场的没落 做生意也是一路遭受挫折 曾经一度想要结束生命 长孝说自己很怕死的林松义 不知道自己患有严重的忧郁症 只要一点点不如意 就觉得自己快死了 竟选择在自己生日那天 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幸好获救 因为父亲也是因忧郁症去世 自己又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 才了解到生命的重要 一下子忧郁症也好了 林松义说 其实我爸爸曾喝过东西 想要死过过一次 但没成功 又有一次林父失踪了 三天 当时我们兄弟姊妹都没空陪父亲 忙着自己的事业 大家都没警觉心 等到警方通知时才发现 父亲在河边了结生命离世 因此非常自责 都说日久生情 或许正是在平时点点滴滴的相处中 李静美和林松义互生情愫 两人也由合唱团团友 升级为情侣关系 在一起谈了一段纯真的爱恋 但最后两人因为性格不合 最后无奈分开 与林松义分手后 李静美便退出了哈哈合唱团 选择了单飞 继续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 随着之前积累的经验 李静美开始将自己的演艺事业 逐步拓展到东南亚 曾多次到国外登台演出 当年李静美在东南亚一带国家 也有一定知名度 当时林松义和李静美分手后 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组建的团体 因为演出机会大大减少 所以李静美便选择单飞 将歌唱事业延伸到东南亚那一块 虽然在当时不是很出色 但却拥有一个好的名声 和诸多的演出机会 除了歌唱事业之外 李静美还发展了主持行业 曾凭借出色的主持功底 获得了新加坡最受欢迎的主持人的这一殊荣 以及拍摄的电视剧 也有着很高的收视率 可谓是星途一片光明 暗部就班的发展 现在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巨星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 李静美踏足演艺圈 客串周游制作的单元剧 《我的一生》 偶然展开戏剧生涯 这之后 她演出静江月制作的中式米南云电视剧 《尿爸爸》 剧中她饰演心理医生 表现不俗 于是被选为电视剧《慈母心》的要角 当时的李静美只有二十几岁 但却凭借出色的演技 成功塑造了慈母心中的中年母亲 从此成为电视剧当中常见的好妈妈形象 并与秦翰以及识卷都有着合作 一时间风光无限 也正是因为妈妈的塑造成功 李静美在00年 凭借着小光当中的角色 获得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 演艺事业攀上高峰 除此之外 李静美在唱歌的同时 更是凭借自己流利的口才 转型成为了节目主持人 并且 李静美还用自己独特的舞台魅力和感染力 获得过新加坡最受欢迎主持人殊荣 另外 回到台湾后李静美更是获得了电视剧制作人周游的赏识 邀请她参加电视剧的拍摄 从此李静美就成为全方位发展艺人 星途一片大好 然而在李静美事业黄金期间的时候 自己高调宣布自己的恋情 很快两人便开始了同居 对方是一位做木材生意的富豪 彼时大家也是纷纷祝福李静美这段感情 当时很多女星都想嫁入豪门 至少生活不用愁闷 两人交往十一年的时间 感情一直稳定 不过该富商并没有想着对李静美负责 即使是那个时候李静美怀孕 她也没有要娶李静美的意思 并将其抛弃 李静美遭到抛弃之后 还是毅然而然地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李静美抚养孩子十分辛苦 毕竟是当爹又当妈 一方面照护孩子 一方面还要赚钱维持生计 那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李静美最辛苦的时候 不过对于现在来说也是都过去 木材富豪在抛弃李静美母子之后 几乎对两人没有过关心 长达十一年的感情 李静美付出的事业 都让其选择性忘记 尽管遭到了男友无情抛弃 但李静美当年 还是决定勇敢地将肚子里的儿子生出来 儿子出生后 李静美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她一边努力工作赚钱 一边还要辅导孩子 早些年又当爹又当妈 相当辛苦 所幸 儿子并没有辜负李静美的一片苦心 相当争气 据悉 其儿子近年才从美国夏威夷修读完硕士回到台湾 目前在台中一家知名企业担当建筑设计师 每个月的月薪相当可观 有远东首席歌后封号的杨小平 近日传出离世消息 享受79岁 她的好友李静美得知消息相当亚裔 李静美说 从来没有听说她身体不舒服的消息 几年前曾听过关于她失智的传言 我打她电话没有接 我就求证庆皇 问她大字身体怎么样 当时庆皇说 她在美国侄儿家 还秀出她吃火锅的照片 看起来很好 李静美与杨小平之前 因合作活动 晚会而熟识 私下也会约吃饭 喝咖啡 李静美印象最深刻的是 两人一起去新加坡作秀 她带儿子去 我也带儿子去 小孩子年龄相近 就在后台一起玩 她称赞杨小平梅架子 很热心 她邀请杨小平参加此几的活动 对方也都会去 得知杨小平离世 李静美心情低落 她表示 祝她一路好走 如果有病痛的话 就都没有了 可以开心去新的原地 除此之外 李静美也透露 近几年 自己因为腰伤复健 及脚伤的后遗症 所以才 逐渐淡出荧光幕 但她可没让自己闲着 当起了此己的志工 而之所以会与此己结缘 则是因为当年 走不出丧母之痛的她 经此己师姐的开导 才走出来 于是也投入公益 希望能帮助更多人 李静美在晚年 终于迎来自己的曙光 苦难的日子已经过去 此后有冠冕的王冠 为其留存 近些年 李静美受到腰伤的困扰 可以说已经绝技演艺圈 反而是投身到慈善工作中 经常前往做义工 丰富自己的生活 而她当年被男友抛弃后 就对爱情失去了希望 所以如今 她已经70岁了 仍然没有嫁人 无奈遇人不输 但索性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 最后也祝福李静美晚年生活 能够更加幸福